观众朋友们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比赛是由希腊的名将格林卡对着日本的销球名将松下号二 这场比赛也是有非常多的精彩球 来看一下格林卡怎么样应对松下号二的销球 喜欢观看乒乓球视频的朋友可以点个赞加个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 让我们一起进入奔赏激烈的比赛吧 松下号二销助格林卡拉起来压反手失误了 格林卡发球 这板反手的拉就很像网球啊 镇上一板跟进好球 从小号二这个球预判落点失误了 之前的视频也提到格林卡确实是拥有世界第一反手 他的反手动作非常的大 但是还原很快 单板质量非常高 对球的摩擦做的非常的到位 松下号二接回来 格林卡直接反手一板 暴冲漂亮 这个球真的是势大力尘 换普通运动员就是用镇守的 但格林卡的反手 反而比镇守威胁更加大 侧身 好球 格林卡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运动员 而松下号二则一直都是诸诗贺年轻时候的偶像 松下号二的销球也是非常具有观赏性 他的进攻能力也非常不错 格林卡压住松下号的中间 放短 拿起来 哦 哎呦 这个球格林卡想做个假动作 但是这个就把自己给晃到了 发力好球 格林卡在正常的相识当中都是慢拉 但是会有一板突击发力 这板突击发力往往是非常致命的 拿起来 锁住线路 锁住反守卫 好球 拿起来大角度 跟进一板 好球 只是把两边打开了之后啊 松下号二就不好防了 拿起来 漂亮 通过落点的控制 落点旋转的控制 让销球手非常难受 中下号曾经是获得过2000年市井赛的团体第三名 他的个人实力非常不错 这个球格林卡是一个擦网球运气 8球 这个球格林卡一直在寻找机会 他的镇守的动作非常的大 突击般 哦呦 这个球啊 看到他还是有一些目的性的 能观察出来这个球想突击了 好球 放短 松下号 哇 这个球格林卡直接一般把松下号给打穿了 漂亮漂亮 防得非常好 拉起来 不着急发力 还是在锁落点 这版就是发力了 再来一把 挑战一下漂亮大角度 直接就是得分了 格林卡的镇守能力还是相当不错的 只是相对于他的反手来说 逊色一些 他的镇守也是有一板突击发力 而且拉球稳定性也不错 白板 哇 松下号凝起来 发力 转手围攻好球 这就是松下号他的销中反攻的能力 压落点 打一板浅的 再来一板深的 看这就是怎么打小球 再一板放短 再一板长球 突然间声东击西的一板发力打到了镇守大角度 非常精妙 这就是顶级运动员他们的想法 小一板 哎 格林卡这球捂了一板没有着急发力 再跟进 好球 这个球真的是松下号越销越转啊 非常转 这个球 仍然销住 再销第六板了 第七板 哇 这个球我真的能感到球在空中是还抖的 放转高球 这个球有点像表演了 再放 松下号非常能防 再打 再来 还能防啊 哇 双方贡献了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 克林卡最终获胜 感谢大家观看本期视频